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嗨 我是Hemson料 今天來到哪裡呢 今天來到台東市西豚路的 排骨麵 排骨麵非常的厲害 我覺得比楓園、廟口老間 那間還要好吃 因為楓園、廟口老間 因為那個排骨酥 我覺得炸得太黑了 那我覺得我的健康受到疑慮 而這個呢 這個湯頭 肉塊都超棒的 看這個 這個排骨酥都是軟骨 它都沒有骨頭耶 看來聊天氣 幾乎坦坦的 一個軟 然後經過五香粉 醃漬之後醬油 再炸過 那排骨酥超軟 超好吃的 我最討厭吃這個排骨酥麵 還有什麼 一些小骨頭 碎骨 那吃起來一點都開心 這個超棒的 這個呢 配菜很簡單 就吃一些 菇菜 豆芽菜 就這樣 他們家賣的東西很簡單 就看一下 就是幾樣而已 排骨麵 排骨米粉 滷蛋豆芽 曬燙青菜 美額 它就是排骨麵專賣店 而且一碗啊 95塊 我覺得啊 超棒的 超燒的 它只有排骨麵 排骨米粉 就兩種選擇而已 看你要吃哪一種 基本上買的話 我都吃排骨米粉 這個糖頭 蘸 油蔥酥 炸過 蒜頭炸過 跟排骨下去 一起用吹的 就讓它 排骨暖嫩之後 味道整個進去 超漂亮 超好吃的 尤其這個排骨 這排骨真的很厲害 它由丹麥那種 整包的排骨啊 冷凍 那你帶回家 回去吃 很軟嫩的排骨 排骨酥麵 就是要長這樣子 有些坊間的排骨酥麵 一碗80塊 裡面全都是骨頭 味道也不濃郁 清清淡淡 那個怎麼叫做排骨酥麵呢 不行 等一下我先吃一下 吃完之後發現 台中市就要好吃的排骨酥麵了 幹嘛何必特地討到公園廟口吃排骨酥麵呢 而且啊 這個老闆啊 非常用心 現在啊 都是他兒子女兒在負責在現場餘運管事 而呢 他負責做一些前市料理 但是味道呢 一點都沒有跑掉 還是非常好吃 來台中市的話 記得齁 來這邊吃排骨酥麵 不要再去什麼豐原廟東了 又熱又沒有冷氣 然後每個人都擠在那個小小的位置裡面 超難過的 我是廖帥 Hemson廖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